爹娘去世那天,家里唯一的大黄牛也被叔叔牵走了。 我趴在墨盘上,莺莺哭了一夜。 我爹是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我娘的厨艺极好,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从我记事起,爹娘就开始把他们谋生的手艺一点一点交给我。 未雨绸缪,终于还是派上用场了。 我除了每天做豆腐,还会偷偷跑到叔叔家去看我的大黄牛。 他本来就瘦,被叔叔牵走后更瘦了。 我鼻头发酸,有些心疼同我一起长大的大黄牛。 这一年,边疆不再和过去一样安稳。 自从鹦鹉善战的石小将军静静后,胡人开始频频扰边。 石家是跟着太祖打江山的,家族百年戍边,让百姓们生活安居。 石家儿郎也是英雄辈出,没有一个辱墨丹书铁券名声的。 这日,我和往常一样推着破旧的平板车把豆腐送到将军府后门。 等了又等,也不见厨房的人出来取。 怎么说,也是二十个大钱的买卖。 我左思右想,还是带着胆子敲了敲门。 刚一使进门就自己开了。 伴随着枝哑一声,我看到了满院的尸体。 石老将军捧着丹书铁券,仰天喊着老天无眼, 大梁药网,只见满园翠绿都压不住漫天鲜红的血珠。 我颤巍巍地扶着腿转了身,在将军府后门旁的大树下蹲坐着。 我想起了十二岁那年,爹娘带着我在街上卖豆腐。 一老一少,英姿飒爽,骑着高头大马。 阳光照在盔甲上闪着荧光, 那少年的长腔上坠着鲜艳的红英子。 我想皮影戏里讲的险胜二郎真君,也不过如此吧。 第二日,我上街卖豆腐时,就听隔壁卖猪肉的屠户说。 将军府勾结太子企图谋反,圣上下旨赐死老将军。 单书铁券也没有用,圣上画就是铁绿。 哎,真物是人非,昔日的护国住时,一夕之间灰飞烟灭。 今早上我去看热闹,还在将军府门口看到老将军的遗双, 带着两个孙儿哭得不成样子。 他们如今是罪人身份,也不知能不能活下去。 可怜哟,我支着耳朵听了半嗓,突然更想爹娘了,眼泪不听话地速速往下落。 我每日睡得都早,三更天便要起来磨豆子,点豆腐,迎着最早的一束阳光把热腾腾的豆腐拿去街上卖。 这日,我推着板车回家时,路过将军府后门,门旁坐着一个受拖向的老敖, 一边各一个四五岁的小童,像小乞丐一般,眼看着三人出气多,尽气少。 我拿着剩下的最后一块豆腐送过去,两个娃娃眼睛突然惊亮,随后一同望着老敖,把嫩生生的豆腐递到他嘴边。 我心下一软,家里就多出了三口人。 这一年,我十四岁,距离将军府出世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我家住的本就偏僻,多出来的三口人也无人在意。 我知道他们的身世,也不敢让两个孩子再姓时,索性跟了我的姓。 女娃换作陆安宁,男娃换作陆安逸。 安安逸逸,我希望他们余生顺遂。 老太太已经六十多岁了,幸而江南虎女,身体底子好, 虽然病了一段时间,吃了几副药便也好了。 只是我卖豆腐攒下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之下,我们连累你了,她眼神挥败,说话还有些费力。 老夫人说的什么话,要不是那日您叫人买了我的豆腐, 恐怕我早就随我爹娘去了。 你一个小女娘,任谁见了,也会心生怜惜, 不必因为我的一时善意拖累了自己。 我没了爹娘,自己过日子总没个盼头。 这怎么能叫拖累,明明是陪伴才对。 之下你就是石家的恩人,若不嫌弃,你换我一生祖母。 石家若有一日能够重立朝堂, 你就是府上最尊贵的大小姐。 我看老太太心中自有诚服,也没多说什么。 皇家事,风云变幻。 我一个卖豆腐的市井人,也猜不透什么。 我只想再挣些钱,把我的大黄牛赎回来。 家里突然多了三口人,睡在炕上,终于有了家的感觉。 只是安宁每日都会做噩梦,嘴里喊着爷爷,哭着说。 阿兄我怕。 他嘴里的阿兄想必就是石小将军。 边塞城镇到处都是石小将军的传说, 顾盼生神,身躯魁违。 十六岁就提着长枪冲锋陷阵,打得胡人直退三十里。 十八岁就让大梁边塞的十三座城池都插上了梁国旗。 少年英雄这个词才有了最具象的表达。 就这样一个人生死未卜,没有音讯。 老太太每到此时都会轻拍安宁的后辈, 喃喃说愿你阿兄周全。 我也从来不多问一句。 家里有了人帮忙,每日能卖出的豆腐更多了。 一个夏天过去净赚了不少银子。 我喜滋滋地在路边租了一小块地方,开始卖豆腐脑。 吃法新营小铺子日日爆满, 秋去东来,我颠量着手头的二十多两银子。 趁着初冬时节雇了一辆马车, 带着祖母和弟弟妹妹去了江宁。 在边塞待着我总觉得不安全。 到江宁时,冬天的第一场雪就落下了。 我们同路上结识的一对夫妇 合租了江宁县城最东边的一处宅子。 我租了其中的四间房,安逸和我哥一间,祖母同安宁一间,还有一间留作厨房。 这对夫妇也是从边塞来的,胡人作乱,把他们村子里的人都赶走了。 这男人姓李,走标为生,一把子力气还会些拳脚。 李娘子温婉俏丽,手极巧,绣出来的荷包帕子比店里卖的都要好看。 祖母和我对绣活一窍不通,她闲时安宁就跟着她学,安宁聪明,机灵学得极好。 我用剩余的钱租了个小铺子,又开始卖豆腐脑,日子总得细细地过下去。 这夜家人都睡了,我穿了一件礼衣,点着灯踢着外衫去厨房检查磨好的豆浆。 我已经十五了,早就岌岌已然是个大姑娘了。 整日抛头露面卖豆腐脑总免不了有人骚扰,安逸就拿着小棍子戳人的屁股。 街道上也有规矩,交了保护费,自然有地投舌看护。 我不怕累,唯怕惹到麻烦。 刚打开卧房门,突然有道人影,斜着一阵冷风,同我一起进了屋。 她身长八尺有鱼,穿着一身墨色的颈袍,肩背宽阔腰却极细。 我心里大概知道她是谁了。 待她转过身,我就这屋子里昏黄的烛光,才看清了她的样貌。 比起三年前在长街上的匆匆一瞥,她眉宇间是化不开的愁色,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郁郁,看着不像是树边的英雄,反而像缠绵床踏不见阳光的病人。 她在椅子上坐下,端起我刚刚没有喝完的茶,清措了一口。 小小女娘,胆子不小,难怪敢出手救下祖母弟妹。 她声音低沉,听得人后脊发凉。 我头低得更狠了,不敢看她。 你想法子,去一趟应天,将此物交给东宫太子。 这件事关乎国本。 我也实在找不到旁人,才来寻你。 我是极胆小的,双手颤巍巍地正在犹豫。 无妨,若是害怕,我再想别的法子,她深吸口气收回手,语气暗淡惆怅。 她明明是纵马驰骋疆的英雄,顾盼生神的险胜二郎真君。 她应该高高地昂着头辟腻一切,我骤然心生不舍。 伸着手,将她快要塞进胸口的书抽走。 将军珍重,石家和大梁百姓都需要你。 你就不怕我是真的叛国吗? 我只知道在边塞的十四年,我的日子一直是安安稳稳的。 她眼底的眷色少了几分,唇角微扬,抬眸深深看了我一眼,闪身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里。 她走后,我数着这半年来辛苦攒下的二十两银子,心想真是狗窝里藏不住圣馒头。 第二日,我将弟妹叫来好一番叮嘱,祖母泪眼婆娑,不舍得我出远门做生意。 我笑着安慰她,家人就该如此。 我穿上粗布衣裳,裹着头巾,装作回家探亲的小娘子,应天距离江宁,只有三天的矫程。 可是我怎么才能见到太子呢? 自从将军府出世,太子就被幽进东宫一年有余, 圣上既没有下费太子的诏书,也没有起负太子的意思。 一路颠簸,到应天城门外时天刚蒙蒙亮,城门口已经乌泱泱的好多人等着进城。 老汉,你这野兔甚是肥美。 定能卖个好价钱吧? 太子府上近日极爱野味,我已经连续给东宫送一个月了。 好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这一月就能挣够养老钱了吧。 小兄弟折煞我了,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 我紧紧跟着拎兔子的老汉,给他塞了十两银子,还为张嘴提要求。 姑娘会做野味吗? 我哽着脖子嗡了一声,那就好办了。 东宫的厨娘给我系上围裙的时候,我才从震惊中回过神。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 小将军果然运筹帷幄。 太子边吃麻辣兔肉边瞅着立在一旁的我。 我脑袋压得极低,恨不得背后立刻长出一个龟壳。 你叫什么名字? 陆之下。 那卖野兔的老汉几日前就说他远房有个侄女厨艺甚好,特别是麻辣兔肉做的一绝,他果然没有骗姑。 这是名女家传的手艺,若太子殿下还想吃我把配方给您,既是家传的。 那,太子抬了抬眼,满殿的吓人退得干净。 我哆哆嗦嗦把揣在怀里的那本书拿出来递给太子。 太子打开看了看,你且回吧,孤知晓了。 我揣着太子赏的二百两银票,双腿打着画的跟老汉出了东宫。 回到江宁,我用太子给的钱买了个铺面,门口放了个水缸。 里面飘着两朵开得正盛的荷花。 铺子在李娘子的帮衬下红红火火开张了, 撒着红糖的豆腐脑和麻辣鲜香的兔肉搭配着吃, 一时间吸引了很多顾客。 照这个速度,年底就能买个属于自己的小宅子了。 时间过得飞快,水缸里的鸡尾鱼代替了荷花。 听闻大皇子中秋游街,安宁安逸想上街看看, 自从来到江宁,他们每日不是在家,就是在铺子里, 我便应允他们一道出去玩玩。 大皇子是圣上青梅竹马的竞妃所出, 极其受宠,早早就被封尘亡,封帝江宁。 江宁富饶且离应天极尽, 快马加鞭一日就到,可见圣上宠爱。 关于大皇子的传言很多, 听闻他又是丧母,心中思念, 极其喜欢扮作母亲的样子对镜自赏, 他的身边来来往往都是不同姿色的男人。 中秋这天,我带着弟弟妹妹早早地就上街去了。 大皇子坐在八匹马拉着的车架上, 替逆众人, 漫杖层层叠叠晃着人的眼睛, 一阵风吹来,丝质的漫杖飞舞。 大皇子手里攥着一节皮质的绳子, 绳子另一头拴着一个人的脖子。 那人被大皇子捏着下巴灌进一杯酒, 红色的酒叶顺着嘴角滑过青筋凸起的白色脖梗, 又慢慢流向紧实宽阔的胸膛, 直到那酒色消失不见。 他双膝跪地, 衣领大开, 眼睛疏得睁开, 我同他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很短, 只足够对视一眼。 时间又仿佛足够长, 这一眼让我久久不能忘。 他娇阳一般耀眼, 英姿勃发, 铁甲银枪, 堂堂竖边将, 却以那样的姿态贵服于大皇子。 与其如此, 倒不如让他阵亡沙场, 今日的他和边塞的那一眼, 完全不是一个人。 他跪地受辱, 不曾反抗, 一定是有成算的。 我知他的骄傲和屈辱。 又是一年腊月寒冬, 我往盆里加了些炭, 火烧得望, 刚想起身开窗, 就灌进一阵冷风, 时间快地不等我反应, 眼前就多了一个人。 我揉了揉眼, 以为又是梦中幻影。 他就站在窗边静静地看着我, 也不说话。 这么冷的天他穿了一件黑色的锦衣, 我怕他冷, 赶忙取了衣架上, 我的披风垫着脚, 披在了他的肩上。 他比之前又瘦了一些。 玉冠松松地立在发顶, 衣服穿得也不慎其整, 靠近他时能闻见淡淡的酒气。 眼睛却晶亮得很, 眼角泛着红。 我心下砰砰直跳, 没有忍住抬手摸上他的眉骨, 又摸了摸发红的耳垂。 年纪不大, 胆子不小。 他呼出的热气 全树洒在我的手心里, 酥酥麻麻的。 将军今日来可有什么安排, 我收了手, 假装镇定地坐在椅子上, 拿起手边快要收尾的烙子。 能否给我也打一个, 我见一根就有。 原来一切他都知晓, 他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对面, 等着我收尾。 灯下的男人就像会魅惑知数的狐狸精, 只需勾勾手指, 我便甘之如頤。 落子打好后, 他递过来一块玉佩, 我揪着他的手, 把落子系在玉佩上。 如此甚好。 他露出的一截手腕上, 细细密密心伤旧伤, 层层叠叠, 格外猙獰。 我眼睛圆睁, 心脏似是被捏住, 又闷又痛, 泪珠子就不听话地低落下来。 可叹我这时年轻, 不知心疼, 竟是此般滋味。 他拢了拢衣袖, 将伤口遮住。 我嬉嬉鼻子抹了一把眼泪, 起身去端了盆温水, 又从床头柜子取了伤药, 默不作声地替他处理伤口。 沉默中, 只听他道, 大皇子幼时丧母, 一直记恨皇后娘娘, 他设计构陷我和太子模反。 这件事触碰到圣上逆临, 不由分说, 就将我下了天牢。 圣上近些年沉迷求仙问道, 只想长生不老。 太子被进东宫后朝堂室, 皆由他把控。 他将我从天牢提出, 给我灌下五弹伞, 让我上瘾日日沉浮在他的脚下。 什么将军傲骨, 我早就没了傲骨。 那药物让我欲罢不能, 少了他就日日钻心拾骨的痛, 他最喜欢看我跪在他脚边, 向他祈求药物的样子。 若不是家族蒙冤, 家仇未报, 我早就。 我打断他, 轻轻却坚定道, 将军傲骨自在心中。 大皇子没有将石家赶尽杀绝, 自有你在中间窝旋。 祖母知你, 懂你。 他见你这般, 不知要心疼成什么样子。 钻心石骨, 早就能磨灭一个人的意志, 可将军依旧运筹帷幄, 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 我会替将军照顾好祖母弟妹。 既然做了取舍, 就不必介怀自己是否催眉折腰是权贵, 事成之后回看现在, 不值一提。 安逸聪明, 在江宁上了一年学, 连跳三级, 夫子都说照这个速度, 他明年就能参加同事。 若不是安逸每日放学后, 给我和安宁开小灶, 如今这番话我定是讲不出来的。 他半躺在椅子上闭着眼睛, 细细望去眼角静似琴着泪, 泛着盈盈黄光。 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 有一次我爹因为豆腐卖得不好, 躲在厨房偷偷抹泪。 我娘摸摸爹的脑袋, 让爹靠在她的肩头, 不一会爹的脸上就泛起了笑意。 我起身抱住她, 摸摸她的脑袋。 将军莫怕, 祖母知你, 我义知你。 自上次她来又是数月, 我缸里的荷花才露尖角。 安宁安逸的生辰正逢端午, 我跟李娘子学习编了两串七彩绳结送给帝妹, 思来想去, 趁着夜深, 无人又编了一条。 帝妹的生辰宴温馨简单, 祖母高兴, 我陪着她小酌了两杯酒。 知夏, 若不嫌弃, 你可愿嫁作燕儿为妻。 你只要点头, 我十家往后有无后四也绝不耐妾。 指你一位长家夫人, 安宁也道, 姐姐, 哥哥若是见了你, 定然欢喜。 将军是有大前途的, 又生得俊美, 我区区一个卖豆腐的怎么敢肖想。 我急叫了您一生祖母, 想来您也不会不认我。 百年世家, 风骨依旧, 催眉折腰, 忍辱负重, 我只盼她是成之时, 也是平平安安的。 她那般好看聪明的人, 娶了我, 才会被人笑掉大牙。 直到此时我才知她叫石燕, 真好听的名字。 晚间, 她果然来了。 瞧着比上一次还要瘦些, 但腰背依旧比挺, 她从来都没有被压倒。 弟妹今日生辰, 祖母很高兴, 你不必担心, 祖母身体很好, 定能长命百岁。 你呢? 我? 你可欢喜。 欢喜的, 我的小铺子日日客满, 自然是欢喜的。 今日也是我的生辰, 我可有礼物。 世家大祖果然不一般, 生孩子都是算准日子生的吗? 怎么这般巧? 我犹犹豫豫, 还是从袖间抽出了 还没收口的彩绳。 她阳唇轻笑, 呼出的气洒在我头顶, 让我不禁红了脸。 我把彩绳系在她手腕上时, 顺便看了看上次受伤的地方, 伤口依旧层层覆盖, 这片地方日后定然是没办法恢复如初了。 我轻吹着那片地方, 问她疼不疼。 我饿了, 她答非所问, 那我给你煮碗长寿面, 还想尝尝吃下的麻辣兔肉。 这是她第一次换我的名字, 真好听。 厨房里的材料都是现成的, 兔肉也都是卤好的,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她慢条丝里地吃着, 我想再开一家大歇的饭馆。 安逸今年就能参加同事, 夫子夸她天赋极好, 是个读书的苗子。 如今的铺子挣的钱, 供安逸读书没问题。 但是我也想把安宁送去女学, 还想给她攒一份厚厚的嫁妆。 若是日后事成, 这些自然都不需要担心, 但是总需要做两手准备, 我絮絮叨叨, 她听得也认真。 银子的事我来想办法。 将军在大皇子那日日惊险, 你护好自己就行。 开饭馆的事不急, 我慢慢想办法。 她放下筷子侧转着身, 突然将我抱住, 额头抵在我的肩上, 手臂收得越来越紧。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深吸气。 荷花香果然衬你。 我脸颊发烫, 气鼓鼓地推开她, 不曾想她梦浪如此。 我瞪着她, 一副讨要说法的样子。 她却咧着嘴笑了, 和我记忆中的十小将军重叠, 是那般明媚耀眼。 我揣着怀里的三百五十六两 于七钱的银票, 寻到李娘子那, 想让李镖师 捅我去一趟关外。 关内丝绸六两银子一匹, 关外十二两银子一匹, 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李娘子听说后掏出家底, 我们一共凑了六百两, 买了一百匹丝绸。 我又转卖了铺子, 当作路费和李镖师 一起去了关外。 一去两月有余, 回到江宁时已经九月。 这一路风尘仆仆仆, 我黑了一些, 也瘦了一些, 弟妹看着长高了很多, 只是祖母日日挂念, 我生了一场小病。 这一来一往, 我和李娘子的家产翻了一番, 我搂着七百两银票, 睡了好几天, 嘴角从未下去过。 安宁陪我在东市逛了好几天, 最后租了一间三层楼高的大铺子, 后面还有三进小院。 铺子里的东西都是现成的, 我大方地交了租金。 开业前几天, 我和李娘子忙得脚步粘地, 安宁和安逸放学后也会来帮忙, 终于在九月底饭馆开张了。 我把娘交给我的厨艺 全数交给了李标师, 现在的李标师 已经是个成熟的李厨子了。 自从李娘子有孕后, 她也不愿意在东奔西跑地走标了。 索性安顿下来, 守着妻儿过日子。 饭馆有之前积攒下来的老顾客光临, 一月不到就走上了正轨。 店里厨子伙计上手极快, 我倒是闲下来了, 日日和安宁一起跟李娘子学绣花。 细细算来, 我和她没见过几面, 夜半时我却日日盼她来。 我从画本子上看的都管这个叫少女怀春, 识得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夜我就着烛光在练习绣龙凤城翔, 龙象蛇。 凤象鸡, 看来她俩是没办法吉祥如意了。 你果然胆大, 一个小女娘竟敢去关外倒卖丝绸。 线下胡人踏马, 已经夺走了边关八座城。 你踏错一步, 就可能会被胡人掳走。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银子的事交给我? 她从来没有如此极言吏色地同我说过话, 我低着头不敢反驳, 怕她更老。 怎么不见你往日放肆大胆的模样了? 你看看, 你如今黑黑瘦瘦的, 哪里还有一点少女模样? 这人看着唇红齿白, 正人君子样, 怎么还人身攻击了? 不劳将军担心, 在边赛接获的刘彪头还夸我胆识过人, 她还想娶我回家呢? 我耿着脖子回她。 哪里来的刘彪头, 不过是我给自己晚尊的借口。 我姑女一个本就无权无事无家, 虽然长得不如天仙貌美, 但是我娘也是十里八村牌的上号的美女。 她倒好还难样貌攻击人。 我看她身形一致, 扶着桌子险些站不稳, 一双眼睛尤为精亮, 一错不错地盯着我。 我迎着她的视线, 不闪不闭。 好, 好的很, 那你且要好生痒痒, 边关危险。 一定要护好自己的小命, 等着刘彪头娶你回家。 她扔下几块质地上好的玉石, 坐式要走。 我着急向前去拦, 和她撞了个满怀。 我捂着撞疼的鼻子。 闷闷道, 我给你做了些果斧和蜜剑。 五十散不是什么好东西, 路上我听走标的大哥说, 这东西吃多不举。 他在关外见过戒调的人, 时日长了也可以和常人无异的。 这蜜剑子, 我放了很多蜂蜜和糖, 你想五十散的时候, 含一颗在嘴里, 可以转移注意力。 他并站着好久, 久到我的鼻子都不疼了。 照他现在的处境, 能不被人察觉的前出陈王府, 本就不易。 我又何必再惹他生气, 空废心神。 我拉着他的袖子, 让他坐在椅子上, 把早就打包好的国府蜜剑递给他。 他脸上终于露出笑来。 后来我才惊觉, 我的少女怀春全是他的模样。 自艺的, 耀眼的, 迷离的, 屈服的, 悲痛的, 坚韧的, 还有毫不设防的。 他捏了一颗蜜剑放进嘴里。 直下, 人生太苦, 唯有你是最甜的。 后来我才知, 这年他也只有二十一岁, 便已经尝遍了人生苦。 又是一年端午, 大皇子去了应天, 也带走了他。 其实他统共也没来过几次, 而且每次都是半夜, 只和我说说话, 在讨些甜得发腻的蜜剑子。 我日日都会做新鲜的, 盼着他来。 细水流年, 雨均雨, 江南发了水灾, 民不聊生。 世人都知, 圣人却一心求仙问道, 流水的丹药送进皇宫, 只为了一个长生不老。 他不顾水患, 我行我素, 百姓怨声载道。 两日后, 大皇子返了。 理由是父皇昏聩, 太子吴德, 他怜惜百姓, 不忍其受苦。 宁背上骂名, 也要肃清朝堂, 还大梁江山万世太平。 他上位后的第二天 就死在了御书房的暗室里, 朝中大臣以杨太师为首, 拥护太子, 名正言顺继位。 短短三日, 大梁就换了两位皇帝。 百姓才没功夫操心 是谁做了皇帝, 他们只关心 是否能让他们安居。 新皇只用了几日 就安排妥了水患赈灾事宜。 挖渠通水, 重建房屋, 每人手里都分到了 实打实的赈灾饮。 我从饭馆回家时, 只见家门口的榕树上 拴着几匹黑德发亮的高头大马。 一看就不是俗物, 院子里乌泱泱围了好些人。 我挤进去的时候, 只见一位五十岁上下面 白无须的内侍 紧紧握着祖母的手。 祖母眼睛通红, 显然才哭了一场。 阿姐, 哥哥还活着? 她帮陛下重掌大梁, 实加翻案了, 安逸兴奋道。 那便是极好的, 祖母切勿大悲大喜, 仔细上了身子。 一旁的内侍打量着我, 听陛下说, 前底时吃过你的麻辣兔肉, 鲜香麻辣堪称一绝, 不知咱家今日可有口福。 公公过誉了, 您稍等片刻。 我让安逸把她的屋子收拾出来, 开窗通风, 倒是勉强能正正经经吃顿饭。 兔肉端上桌时, 双喜公公示意我也做。 姑娘陪咱家吃一杯酒, 我遵命落座, 给双喜公公斟酒。 双喜公公却并未饮酒, 而是看着我缓缓道。 石将军和圣上是表兄弟, 圣上母族权势太大, 先皇忌惮, 大皇子利用了这一点顺水推舟, 覆灭了将军府。 大皇子胜券在握, 以为石将军在他手里日日搓磨, 早就失了斗志和生存的意志。 亏你不惧危难替圣上传纵书信, 才有了今日的成功。 皇上和石将军心里都是感激你的。 石将军经此一事足够封王, 杨太师求了圣人赐婚, 要将家中嫡长女嫁给他。 圣上招他问了话, 他说你虽是小商贩, 但是帮他照顾祖母弟妹, 如今十七岁, 也过了最好的说亲年纪, 若是不把你娶回去, 难报恩情。 圣上知你是好姑娘, 也切记你的相助之情, 可他让我问一问你, 除了嫁他, 可还有别的方法还这恩情。 小商贩, 若不是我每日吭吃吭吃地卖豆腐, 也就没有祖母弟妹的这般日子。 报恩, 我在他心里不过是对他有恩而已。 爱不爱, 爱了多少终究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 公公放心, 如今事事安定, 我定是要回去我的老家, 那里有个刘彪头, 前些年说要娶我呢。 将祖母弟妹接回家时, 我就说过不需要报恩, 他们是我的家人, 家人之间哪有报恩一说。 公公帮我稍句话, 待时将军大婚时, 之下能喝杯喜酒就再好不过了。 刘彪头是我给大黄牛取的名字, 人总需要有个寄托。 祖母弟妹带我赤城, 自从有了他们, 我的日子才重新有了笨头, 我也才知晓了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寻个像阿爹那样的人, 娘累了给他垂腿, 冬日冷时帮他洗衣做饭, 平时对镜化眉, 相依相威。 父亲无病无灾, 却随母亲而去, 我是恨父亲抛下我的, 是祖母和弟妹又给了我家的感觉。 那时我以为爱是生死相依, 可后来我和石燕有了交集, 才恍然爱是期望她年年岁岁平安喜乐。 是爱屋即屋, 爱她所爱之人。 事已, 我是万万不能接受报恩的。 石燕被封为宁王, 每几日府里, 就来人接祖母弟妹。 我是期盼她能来的, 我想问问她, 无关恩情, 可怨取我。 但是话本子里一般不建议直接问, 会显得我很不矜持。 十字后礼仪廉耻我倒是学到很多。 万里江河也读到不少, 恰巧我也想去看看。 我给祖母弟妹足足装了三马车行李, 安宁窟的眼睛通红, 抱着我不撒手。 阿姐日日辛苦, 如今终于可以享福了, 为何不去应天。 安宁已经七岁了, 扎着双鸭记。 上头记着我给她编的红绳, 俏丽可爱, 一双眼睛乌溜溜的, 倒是和她阿兄的一样精亮。 阿姐要去边塞街留标头, 安宁乖, 应天下第一场雪时, 阿姐就去找你。 阿姐骗人, 我要和阿姐一起去。 祖母也不说话, 她好像什么都知道。 若不是她早就把我当成一家人, 尊重我的任何选择, 想必她也会和安宁一样, 让我同他们一道去应天。 我好说歹说, 终于哄好安宁, 并答应接了刘标头, 立刻就回应天, 她才不情不愿地松手上了马车。 我将铺子交给了李娘子夫妻打理, 在床上躺了足足三日后, 雇了一辆旅车, 晃晃悠悠回了边塞, 这一路走走停停, 边玩边看, 也终于理解了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的意义。 从初夏到深秋, 这一路我很是自意快活, 只是偶尔看到有人打马过街时, 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早就在心里生根发芽的人。 这一路我也见过不少翩翩郎君, 一把折扇温文尔雅, 写出来的诗也精妙绝伦。 可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大抵折扇不如长枪, 诗歌不如战马, 长衫飘逸不如铁甲荧光耀眼。 此时我才知道, 情窦初开时, 她就在我心中划出涟漪, 若不是阴差阳错和她产生交集, 这辈子我也只会是个普普通通卖豆腐的女娘, 年纪到了被叔叔随便许个人家。 聊此残生, 因着她我也算见识过大蘑菇胭脂, 长河落日圆的人了。 我给了叔叔三十两银子替刘彪头赎身, 她还记得我, 用鼻子蹭着我的脸, 还发出呼呼的声音, 好像在责怪扔下她这么久。 我坐在刘彪头的牛背上悠哉悠哉到江南时, 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 我没有遵守和安宁的约定, 她一定生我的气了吧。 江南又恢复了往日热闹的样子, 小桥流水, 白墙黑瓦, 画坊上阵阵, 无浓软语听的, 我心间也跟着颤了几下。 我把刘彪头交给殿小二, 给了二两钱, 让他好生照顾着。 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唾沫横飞, 讲着宁王的英雄事迹。 从少年将军沦为玩物, 重压之下隐忍克制, 伺机而动拨乱反正, 家国动荡之际, 又披甲上阵打得胡人兵退百里, 护得百姓安居。 我听得入了迷, 手边的茶水凉了都不自知。 散场后, 我寻来了说书先生。 先生啊, 听闻宁王战功赫赫, 容貌俊美, 不知他的夫人是个怎样的妙人。 说书先生像是看傻子一般望着我, 之下倒不如直接问本王。 我被一口茶呛的上气不接下气,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我僵直着身子一动不动, 说书先生苟着腰早就退下了。 敌不动我不动,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怎么, 一年不见, 胆子变小了, 院子的刘彪头怎地不上来解救你。 他慢条斯理地紧挨着, 我坐在长凳上, 腿上触感酥麻, 直叫我双颊发烫。 我低着头一声不吭, 打定主意不理他。 你速度倒是快, 不等我打完, 胡人就骑着牛走了。 怎地不和刘彪头成亲之后再走。 我也好去你那讨杯, 喜酒吃吃, 是可杀不可辱, 哪有人和牛成亲的, 人畜恋简直到反天纲。 他揪着我的小辫子, 不依不饶。 将军打了圣仗, 还不快快回去, 家的礼美娇娘都等急了吧? 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着急。 之下, 他突然软下声音, 和那时烛光里总需要安慰保护的他一样, 脆弱得不堪一击。 那时, 我总轻轻抱着他, 跟他碎碎念着打算以后。 圣上和双喜说的那些话,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我早就聚了赐婚, 是圣上还想争取一下, 才让双喜那样说。 我杀了大皇子后, 就没再服用五弹散。 可惜吃空了你的蜜剑子, 要引上来时, 我不能自控。 怪我没能安排好一切, 叫你伤心了。 他经历一场劫难, 从高高在上到跌落凡尘, 我才有机会趁虚而入。 我抚摸着他的眉骨, 眼泪速速往下落, 让我有些看不清他的脸。 触摸到的盔甲有一瞬间是冰凉的, 可他的拥抱又是那么炽热。 阿姐是个大骗子, 叫我苦苦等了这么久。 还有后院的刘彪头, 谁会给牛取这样的名字? 去年阿兄大病一场, 日日搬了躺椅, 在院中躺着看大门, 险些成了石头。 阿兄还把阿姐给我做的蜜剑子抢走了。 我和安逸一人只吃了一颗。 安宁又长高了不少, 小脸依旧肉嘟嘟的, 只是这话像捣豆子一样, 说个没完。 我坐在祖母的贵妃踏上, 撑着下巴听她说, 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吴家有女出掌城。 阿姐! 安逸进屋时, 书袋子都没来得及摘。 她跑得满头是汗, 我换她到身边, 拿了帕子, 正要给她擦汗。 坐在一旁椅子上的石焰, 半路截糊了我的帕子, 从自己袖中抽出一方墨色丝帕, 丢给安逸。 男女八岁不同席, 安逸不可再如此没规矩。 阿兄, 阿姐又不是外人, 她以前也常给我和妹妹擦汗呢。 在边塞住着时, 阿姐还给我洗过澡呢。 那时, 两个孩子又瘦又小, 浑身脏兮兮, 长时间的吃不饱饭路都走不稳, 穿衣洗澡都是我照顾着。 是吗? 石焰的这两个字, 向转十七八道弯厅的人心里发毛。 安逸却像听不出来似的, 阿姐给我和妹妹洗澡时可舒服了。 安宁你说对不对? 安宁的眼珠子都快赚抽筋了, 也没能暗示到安逸, 直到石焰不再接话。 而我尴尬地呵呵笑了两声, 我去看看祖母准备的什么饭食, 竟要这么久。 只要我跑得快, 危险就追不上我。 直到成亲那日, 安逸才回过未来。 祖母笑吟吟地说燕儿, 终于取到宝了。 夜里她身上格外烫, 我亲吻着她手腕内侧的伤痕, 却换来又一轮的疯狂。 她一遍一遍叫着我的名字, 让我不得喘息。 直到她抱着我重新沐浴过后, 我才从天上落回地面。 之下, 我也想让你替我洗澡。 她贴着我的耳朵, 喃喃着。 我气她不知节制, 弄得我浑身酸疼, 并不搭理。 可她不要脸地, 又把我压在下面。 直到我求饶一遍一遍说着, 日后天天给你洗。 她才心满意足地放过我。 真荒唐, 毛孩子的醋也吃。 食宴番外, 大皇子拿着圣旨, 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 站在牢门外。 只要你服下五弹散, 本王可以饶你府上妇如一命。 食宴, 本王也要让你尝尝 被人踩在脚下肆意折磨的滋味。 用尊严换得祖母弟妹的命也值了。 江宁的日子甚是无聊, 大皇子折磨我的手段层出不穷。 我知他要把我搓磨死, 可我不甘, 十家的冤屈, 祖母弟妹生死未卜。 我恨自己舍不下这条命。 这日我好像瞧见一个女子 牵着妹妹的手在街边买头花。 难道祖母弟妹来江宁了? 我日日都睡不好, 五弹散发作时, 我会用绳子把自己绑起来。 每每这时, 大皇子是最激动的。 愚钝的变态, 也肖想和太子争夺地位, 不自量力。 我每日夜里都会前出府寻找妹妹。 那个姑娘脸上整日挂着笑, 浑身充满活力, 仿佛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难倒她。 小日子过得滋润, 她将弟妹养得白白胖胖, 祖母在她的影响下也日日带着笑。 真好, 我这条命终于有了继续下去的理由。 她看见我时没有太多震惊, 虽然低着头不说话, 但她只身一人, 却敢收留祖母弟妹。 我把东西交给她时, 没指望她能帮上忙。 万万没想到她竟未有迟疑。 中秋游街时, 我被她看到了最狼狈的模样。 她一定很不齿吧, 宁愿沦为玩物, 贪图这一条命的我。 可她却说傲骨自在心中。 她说她知我, 为了她再坚持久一些, 又何妨? 边塞危险, 她竟敢倒卖私仇, 为了白两银子命都不要了。 自从知道她此去, 我日日夜中难以安眠, 恨不得随她一起去了才好。 我开始盼着她早日归来。 我望着黑黑瘦瘦的她, 心中抽疼, 本想好生关心她一下, 却不受控制地指责起她。 她却耿着脖子说要嫁给刘彪头。 嫁她也好, 安安稳稳一辈子, 比我这个无用的人好。 现在的我不能承诺她以后, 她软语跟我说话的样子又乖又美。 能栽在她手上, 我也认了。 刘彪头自是杀不得了, 日后我若能重见天日, 定然会补偿给她足够的银钱, 之下只能是我的。 在江宁的这两年, 幸得有她在, 不然我是万万支撑, 不下去的。 一切尘埃落定后, 我心心念念着她。 圣上让我在府上好好养身体, 她去替我接祖母弟妹, 还有她。 我以为之下是帮助过我们, 圣上一定会对她礼遇有加。 不曾想被养得白白胖胖, 身体康健的祖母弟妹都来了, 却独独不见她。 安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隐隐约约间, 我听到了刘彪头三个字。 五弹散的阶段反应, 加上气急功心, 我吐了血, 在床上躺了越鱼。 期间圣上来了好多次, 她在床头忏悔说, 不该拆散我俩。 我气得攥紧拳头, 她却高兴地大喊船太医。 我醒后, 安宁整日来床前陪我说话。 阿姐说, 人啊, 该哭哭该笑笑, 哭过笑过又是新的一天。 阿兄你看阿姐给我做的蜜腱子可甜了, 我都不舍得吃。 没错, 我抢了妹妹的蜜腱子, 这么甜可能是给我做的。 阿兄你坏, 阿姐来了, 我要告诉她, 让她教训你。 我阿姐可厉害了, 铺子里闹市的流氓地痞, 都是阿姐赶出去的。 阿兄, 应天什么时候下雪呀? 阿姐说, 应天下第一场雪时, 她就会带着流氓头回来。 第一场雪吗? 那我一定要第一个见到她。 我命人在院子里放了个摇椅, 我开始盼望出雪早点来。 这天鹅毛大雪染白了整座应天城, 我从太阳出生, 等到夜半也不见她来。 安宁说得没错, 她果然是个骗子。 圣上说, 胡人扰边该给她们些颜色瞧瞧, 我心里记恨她, 拆散我姻缘。 可是国家安宁是她的期盼。 时隔四年, 我又披甲上阵。 无巧不成书, 我终于在边塞打听到了她的踪迹。 那人自称是她叔父, 前日刚刚牵走了寄养在她那的大黄牛。 我让人给了她白两银子, 之下的亲人定要好生照拂。 可后来之下知道这件事后气得三天没同我说话, 睡了三天宿觉后, 我暗暗发誓以后再有类似情况, 一定要先请示娘子大人。 我是在江南找到的她。 在暗处观察了一天一夜后, 并没有发现流标头的踪迹, 这个黑心肝的男人莫不时抛弃了她, 有眼无珠的东西。 当她摸了摸大黄牛的脑袋叫她流标头时, 可想而知我有多震撼, 她不光胆子大。 说起谎来, 也是脸不红心不跳, 可以把人骗得团团转。 后来满城挂彩, 凤冠霞配, 十里红装, 八台大轿, 我终于把她取回了家。 就连圣上也去府上淘洗酒吃时, 还受了她两记眼刀子。 之下, 之下, 一情方之下之, 散在我身上的阴霾, 终于被她照亮。 故事二 听说太子风神俊朗, 听说太子年少有为, 听说太子精通三国语言, 听说太子站着能尿三米远, 我坐在前桌听得津津有味, 忍不住插嘴。 这消息谁传出来的, 可靠吗? 有太监专程拿软齿量过了吗? 话刚说完, 一把戒齿扔到我头上, 夫子在上头对我吹胡子瞪眼。 江七七, 这段你是如何理解的? 我心虚地左右乱瞟, 同僚好心提醒我。 第四页第六行, 我拿起书, 定睛一看, 无期之没我者, 思我也, 有点熟, 但不确定, 夫子虎视眈眈, 我强作镇定, 一本正经, 眼神真诚道, 比我老婆漂亮的人, 私了我。 我被夫子赶出来, 一同被赶出来的, 还有我同僚叶小鱼。 我俩惺惺相惜, 同坐在书院后门阶梯上, 抬头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 不让眼泪落下来。 此时此刻, 江小七, 你有何感想? 我面露纠结, 神情凝重,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片刻后, 我问他, 你说太子真的能要三米远吗? 我叫江七七, 将军嫡女, 年十四。 据说我原是叫江巍巍的, 奈何我爹没文化, 递交文书的时候, 江字写错了。 还好我爹写错字了, 因为娘死得早, 无人管教我, 是以我在府中私底下, 被人换作野孩子。 我爹听见了, 气不过, 将我送来书院学习。 一开始, 他担心我一介女子被欺负, 还给我派了两个小厮, 后来, 我成了书院的土霸王。 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我爹是威远大将军。 威武霸气程度, 比起当年我爸是李刚不遑多让, 叶小鱼是我的忠实拥护者之一。 课没得上了, 我俩便寻思着找点乐子。 他冲我黑黑一笑, 玩点刺激的, 我也冲他嘎嘎一乐。 我就喜欢找刺激, 然后我俩就寻来了一项炮, 寻常刺激满足不了我们。 思索再三, 我提议玩排雷, 将炮杖埋在后院土里, 一人一步走, 谁踩中谁倒霉。 到底是被炮轰过的人, 我们抗炮轰能力极强。 于是我们把一箱炮杖的火药 全部倒出来堆在一起, 做了个简易的地雷装置。 不得不说, 我们一个将军府嫡女, 一个锦衣卫二帝, 做这种事毫不费力。 谁曾想, 刚买好雷, 前方就有铁甲争燃声。 搜, 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完了, 不会是找我们的吧? 我和叶小鱼赶紧翻墙逃跑, 刚跑出去没多久, 便听到身后院内 轰隆一声巨响。 我此刻连自己兽衣上 绣什么花色都想好了。 回家后我忧虑深重, 茶饭不思, 晚饭只吃了三个鸡腿, 两个饼子, 一条小黄鱼。 我反常的饭量 引起我爹注意, 他刚回来 就把我揪住一阵拷问。 措辞严厉 类似于我的乖宝, 为什么只吃这么点 难道是夫子不配合, 你画乌龟等, 叫我瑟瑟发抖。 于是我把炮轰书院的事 跟他说了。 我爹很生气, 落腮虎抖动地像个纱帘, 一拍桌子。 可恶, 书院怎么不多建几个院子 供我的乖宝轰。 我大抵是跟我爹 讲不清道理了。 正在思索如何自力更生时, 小厮通报刑部侍郎 带人找上门了。 这么严重, 都惊动刑部了。 晚了, 一定会把我抓起来 严刑拷问。 脑海里各种 不宜描写的画面浮现, 我被我爹拎着出去见客。 我吓得两股战战, 却不料还没走到前厅, 就听到一阵 敲锣打鼓的声音。 还有人在吹锁呢? 街坊邻居 还以为我家有红白喜事, 都探个脑袋吃瓜。 我震惊了。 现在抓人都如此高调了吗? 竟还要吹打一番。 这又是什么心形折磨手段? 威力简直不亚于游街市中。 我和我爹两脸迷茫。 刑部侍郎见到我, 笑若菊花, 上前握住我爹的手, 恭喜恭喜。 我爹没文化, 打仗二十年, 摸到他手的人最后 都成了刀下亡魂。 他不会和活人虚于尾仪。 只记得军事告诉他, 若是有人说恭喜恭喜, 要回同喜同喜。 于是我爹更为热切地 反握住刑部侍郎的手, 同喜同喜。 刑部侍郎嘴角抽搐, 大抵是嫌弃, 我爹没文化, 转身上来握住我的手, 恭喜恭喜。 我一脸猛低。 他从太监手里接过圣旨, 道, 威远将军嫡女 与锦衣卫叶大人包弟 抓嫡有功, 特赏黄金百两, 诸欲若干。 钦此, 抓嫡有功? 我爹接过圣旨, 比我还懵, 抓什么嫡, 他不是把书院炮轰了吗? 刑部侍郎嘴角含笑, 却有歧视。 但正因令千金的炮, 才让我们抓到了 敌国派来的三名奸细。 敌国是赵国, 这些年没少派人来打探军情。 没想到人都深入书院了, 今日若不是我的炮, 人差点就跑了。 刑部侍郎又敲锣打鼓地 去叶小渔家了。 街坊邻居争相过来 恭喜恭喜。 大抵是我第一次没有闯祸, 还封赏了。 我爹笑得跟招财猫似的, 拱着手不停地回他们, 同喜同喜。 过几天, 我把这事跟叶小渔合计了一下。 他立了功, 如今在家里横着走, 他哥对他看得也没那么紧了。 于是我俩又寻思逃课出去玩。 顽固子弟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我俩早上逛早市, 中午逛酒楼, 下午, 磕磕。 我们站在春香楼的门口, 满脸大意凛然。 听说这里是罪恶的源泉。 不是我想尽, 我只是要为民除害。 对, 为民除害。 我俩做好心理建设, 抬脚往里跨。 还没来得及进去, 街上突然有马受惊, 摊贩逃跑速度令人咋舌, 竟然有叙之, 很好的体现了京城平日的防震演习, 有多么的奏效。 人群蹊嚷, 我和叶小鱼被推散到角落。 巷子里突然窜出一群蒙面杀手, 高举着刀对准叶小鱼的脖子, 手法之熟练没有在屠宰场工作十年, 达不到这效果。 我拉着叶小鱼跑, 没跑过, 被杀手堵在巷子里。 我表情凝重问他们, 无冤无仇, 为何要追杀我们? 杀手一说, 反正你都要死了, 告诉你也无妨。 杀手二说, 你们不该多管闲事。 杀手三说, 若不是你们, 我们精心培养了数十年的戏作, 怎么可能会落网? 我满脑子都是疑言, 压根没听他们说什么。 我的酱板鸭, 我的栗子烧鹅, 以后都吃不到了。 想想就觉得心情沉重。 杀手一又说, 的确是我们小看你了, 如此情况下, 你居然还能临危不乱。 杀手二说, 早该想到的, 我们的细作武功高强训练有素, 却轻易被两个小孩制服, 他们的确不是普通孩子。 杀手三说, 我们要小心应付他们。 我欲言又止, 提醒他们, 那个,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杀手齐声问我, 什么? 我回答, 反派死于话多。 杀手一冷笑,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 来了也就不了。 他们话一未落, 突然从天而降, 一大批身穿短衫的男人。 对方凶神恶煞, 手持利刃, 人数众多。 两方人马对峙上, 杀手心下合计, 做出决定。 跑。 对方人多, 打不过。 未曾想你的支援到得如此之快, 带我叫上其他弟兄, 再来取你们狗命。 杀手跑了, 我和叶小鱼面面相去。 问题是, 特么的这群大汉, 也不是我们的人啊。 我俩被人贩子绑了, 被蒙着眼带到一个院子里, 周围无比嘈杂。 叶小鱼终于后知后觉地开始哭起来, 一个十五岁的人了, 鼻涕蹭了我一手。 这两个是上等货, 都是少年。 价钱能卖糕点, 和之前那批关在一起吧? 等夜幕降临, 我们便出城。 我在心里骂娘, 你大爷的少年, 你全家都是少年。 我们被摘了黑布, 推进一个小黑屋里。 太黑了, 我看不清, 身着手乱摸, 不欺然碰到一个人。 嗯, 手感还挺好, 我又摸了摸, 手上原本沾着的鼻涕, 全蹭到对方那里。 哗啦一声, 一个火折子被点燃。 我震惊, 对方居然还有火折子, 准备得这么充分, 该像是一个被绑架的人吗? 我幽怨抬眼, 对上一双漆黑如墨的双眼。 对方看起来就比我大那么点, 也不知道怎么长得, 又高又白, 五官是连我都觉得好看的程度。 关键是气质还好, 背着手往那一站, 活像是下乡慰问的领导似的, 还不松手, 他冷着脸质问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还摸在他脸上。 我下意识露出谄媚笑容, 想到我爹那些部下对人客气时的姿态, 斟酌着措辞, 对他伸出手。 你好, 我是新来的, 以后咱相互照应。 他看了我一眼, 黑润的眼里流露出嫌弃, 没跟我握手。 且, 嫌弃谁呢? 你的脸上还沾着叶小鱼的鼻涕呢? 被关小黑屋的有五个, 都是差不多十四五岁的少年。 我和叶小鱼窜夺他们逃跑。 谁知对方用看傻逼的目光看我们。 晚上我就知道原因了, 被人贩子绑架的只有十二人, 而人贩子就有三十六个, 还都是彪肥体壮的大汉, 一个拳头比我脑袋都大。 叶小鱼更悲伤了, 抬头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花板。 其中一个人看不下去, 主要是他硬硬硬地哭着扰人烦。 他说, 别哭了, 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那模样活像是跟人贩子有一腿似的。 他的话刚说完, 小黑屋就被打开了, 人贩子把我们两个两个地装进一个大箱子里。 好死不死, 我跟那个鼻涕男被装在一起。 关键是位置还很尴尬。 我俩蹲在箱子里, 我的屁股对着他的脑袋。 箱子开始颠簸起来。 上午到处去胡吃海喝的副作用来了, 我想拉屎。 拉屎的前奏是放屁, 我一脸隐忍地对鼻涕男说, 我要放屁了。 我明显听见他沉重地呼吸急促了几分。 下一秒, 鼻涕男突然伸手搂住了我的腰, 猛地把我掉了个头。 我俩瞬间面对面了, 相顾无言。 两张脸离得只有不到一寸的距离, 他清润的呼吸喷在我脸上, 漆黑的铜仁深邃若景, 仿佛要把我吸进去。 鼻涕男朝我凑近了几分, 气氛一时间暧昧起来。 天使地利人和, 我一丝一丝地矜持了一下。 娇羞地闭上眼, 扑, 响亮的声音回荡在箱子里。 臭, 太臭了。 鼻涕男脸色绿的活像是老婆跟人跑了似的。 颠簸了一晚上, 马车终于停了。 头顶的箱盖掀开, 清晨的阳光照进来, 打在我和鼻涕男身上。 我睡了一觉, 虽地方狭小了些, 但睡得还算舒适。 只是鼻涕男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尤其是原本料子不错的衣裳居然传来一股嗖味。 我摇摇头, 多大的人了, 居然还流口水。 注意到我的眼神, 鼻涕男脸色更难看了。 他瞪了我一眼, 我们又被关进了一个屋子里。 不过这次倒是敞亮不少, 门口还有人守着。 叶小鱼哭累了, 这会儿只喊饿。 老实说我也饿了。 但是我们会向绑匪要吃食吗? 我江七七绝不是胃无斗米折腰的人。 门口传来烤鸡位, 看守我们的绑匪面前 摆着小桌子, 桌上摆着烤鸡。 好香! 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那个, 大兄弟, 我走到门口, 通过门缝跟他们说话。 我努力扒在门缝上 吸取烤鸡香味的样子, 一定像极了灯徒子。 否则鼻涕男, 也不会用一种极其丢人的眼神看我。 绑匪没理我。 我用袖子擦擦并不存在的眼泪, 咱都是命苦的人啊。 我三岁便死了娘。 我爹娶了个后娘, 时常虐待我, 不给我饭吃, 动辄打骂我已是家常便饭。 卖惨的故事, 没人感兴趣。 但我鸡敏过人, 话锋一转, 但你们猜怎么着, 我十岁那年在路边救了个小乞丐, 他给了我一块玉佩, 我却意外开启神秘空间, 从那以后我经商, 科考, 整只后娘, 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 果然, 这浓浓的爽闻风 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然后呢, 他们催促我。 我神秘一笑, 仿佛得到高人, 欲知后事如何, 你分我之机, 待我慢慢跟你说, 我保证每一个文字 都刺痛你的心脏。 身后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是已当六个蒙着面低杀手 从天而降的时候, 我正和两个绑匪 一同吃着烤鸡高谈阔论, 杀手都惊呆了, 其中一个还是我的老熟人。 杀手一目瞪口呆, 继而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 你的身份果真不简单。 绑匪大哥也不是吃素的, 一拍桌子质问, 你们是谁? 我在一旁煽风点火, 他们是赵国人, 奸细。 绑匪虽然是绑匪, 但也是爱国人士。 一吹哨子叫来更多兄弟, 于是两边突然就打起来了, 两方人马激战, 打得昏天黑地。 我趁机把鸡腿藏在袖子里, 跑进屋子给叶小鱼分了一个, 这丝感动得痛哭流涕。 抱着我只喊愿意给我当狗。 我们赶紧趁乱跑, 我对屋子里其他人说, 少年们纷纷起身往外跑, 只有鼻涕男站在原地, 黑漆漆的眼珠子若有所思地盯着我。 我拉着叶小鱼也跑, 半路看了鼻涕男一眼, 都生死关头, 他居然皱眉观战。 良心战胜了怕死, 我又折返回来, 你快跑啊,大哥。 鼻涕男没理我, 反而开始问我, 外面的人为何打起来。 我说, 我哪知道。 他指了指蒙面杀手, 你认识他们? 我纠结了一下, 大概可能认识吧。 鼻涕男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又问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在如此危急关头, 大家都忙着逃命, 只有鼻涕男跟审犯人似的审我。 这人很有老干部风采啊。 关键是我还认认真真的回答他, 好像是来杀我和叶小鱼的。 鼻涕男诡异地沉默了。 大抵他也没想到, 要杀我的人和要绑架我的人, 怎么会打起来。 我见那边战况慢慢消停了, 再不跑就来不及, 于是没在里鼻涕男, 拉着叶小鱼往后山跑。 后山倒是没人, 我们跑了会儿, 累得气喘吁吁。 前面有个小木屋, 我们去那里面躲着吧。 我和叶小鱼两人躲进小木屋, 小木屋里黑曲曲的。 我们摸索着, 摸到桌子上的一盏油灯点燃了。 老大, 咱们怎么回去啊? 叶小鱼吃饱了, 又开始操心。 我摸着下巴, 活像是调戏梁家妇女的 顽固子弟似的。 飞鸽传书吧, 先写信, 等会儿去山上抓一只鸽子。 说干就干, 我俩开始找纸笔, 不过没找到。 但叶小鱼不知道摸到哪里, 小木屋里突然发出 一阵沉重的轰隆声。 我俩下意识抱头蹲下, 下国人民刻在骨子里的防震意识。 然而地震没等来, 倒是等来一道地门 在我俩面前打开。 卧槽, 小小木屋居然别有洞天。 我俩犹豫着下不下去。 我说, 出生牛独不怕虎。 叶小鱼说, 大胆干早点散, 意见达成一致。 我和叶小鱼拿着煤油灯 进入地门。 金光大作, 简直闪下我二人的 太和金狗眼。 满屋的金子 就这么映入 我和叶小鱼眼中。 我们发了。 叶小鱼擦擦口水, 癫狂起舞。 我想, 饭尽中举, 或许也不过如此。 她开始把金子往怀里揣。 还不忘招呼我, 老大你也拿呀。 我伸出手拦住她。 叶小鱼不解地看着我, 怎么了? 我摸着下巴, 沉思道, 这么多金子 咱也搬不走, 先藏着, 等回去以后 叫人过来搬吧。 叶小鱼对我伸出大拇指, 还是你聪明? 那是, 一顿宝和顿顿宝的区别我还是知道的。 我们回到木屋, 开始琢磨回去的办法。 木屋后是茂密的树林, 叶小鱼胆子小, 于是我自告奋勇, 我去林中抓只鸽子,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叶小鱼十分感动, 再次强调要做我的狗。 我去抓鸽子, 费老大力气, 才抓一只。 回到草屋, 发现多了个小孩, 圆滚的身材, 眯眯眼, 长得有点油腻。 这群绑匪太没眼光了吧。 叶小鱼解释, 这是刚才逃过来的, 我猜他跟咱们一样是被绑来的, 所以叫他一起来避难了。 他语气欢快, 胸前的红领巾随风飘扬。 小孩自我介绍, 我叫赵信, 和家人走散了被绑来这里的。 他要求我们替他联系家人, 并承诺给我们好处。 笑话, 我江七七岂是贪慕虚荣之人。 大爷, 您等着, 一只鸽子不够, 我得再去抓一只。 抓了半天没抓到, 回到草屋, 屋中一股青烟缭绕。 我推门而入, 叶小鱼和小胖子席地而坐, 正在烤鸽子。 我大怒, 小胖子连滚带爬起身, 小眼珠斜腻着叶小鱼, 道, 是他考的, 与我无瓜。 那模样, 跟央视新闻里 斜瞪五杠少年的猥琐小学生 十分神似。 我真傻, 真的。 我居然觉得叶小鱼能吃饱。 我抓起叶小鱼抱打一顿, 鸽子没了, 我们只好自力更生。 三人开始在临终不行, 走了没多久, 身后一阵嬉嬉嬉嬉嬉脚步生。 我大惊, 拉着叶小鱼和小胖子一起跑路。 没跑过, 小胖子数十拖后腿, 三把刀横在我们三人面前。 熟悉的蒙面大哥 露出一副带道了的表情。 危急关头, 叶小鱼将我推开, 老大你先走, 不要管我。 还算有良心, 我感动地哭了, 我是真哭了。 你特么下次推我 能不能看准了再推? 我哗啦啦地从斜坡上滚下去, 圆润且从容, 躺平且安详。 但凡平日火时差点, 此刻都不至于滚得这么顺利。 山林里回荡着我的声音, 叶小鱼, 我爱你大爷, 或许是我声音太具有穿透力。 晕过去前, 恍惚看见鼻涕男带着一帮官兵 气势汹汹而来。 一双温热的手搂住我的腰, 耳边依稀有人在喊什么红枣。 我醒了, 入目是我爹精心给我挑选的 骚包粉色纱脸。 一睁眼, 对上我爹渲染玉气的浓眉大眼。 吓死人, 还不如常睡不醒。 我的乖宝啊, 你终于醒了, 你可吓死爹了, 吾吾。 我捂着胸口磕磕磕, 磕完面色胀红地问, 我怎么回来的? 我去衙门认领的, 人贩子被一窝端, 所有被拐卖的孩子都被送到衙门, 还有一个盖着白布浑身是血的。 我以为那是你, 上去就豪, 结果牙医告诉我豪错人了, 旁边那个黑曲曲的看不出人样的才是你。 我爹说起这个, 还挺光荣。 叶小鱼呢? 我问他。 我爹目光犹疑, 果然, 我顿时满脸沉痛。 我爹来劝我, 对方是赵国人, 官兵四处搜寻了, 没找到叶小鱼的下落, 想来他应该是被绑到赵国做俘虏去了。 赵国人卑鄙, 想要靠他勒索我们, 暂时不会拿他怎么样的。 话虽如此, 但我江七七岂是那么不仗义的人。 叶小鱼好歹说要做我的狗, 一日为狗, 终生为狗。 刑部侍郎又来了, 还是熟悉的敲锣打鼓, 熟悉的唢呐? 还是那味儿? 江小姐这次又双力大功了呀。 大抵是见我脸色实在苍白, 她没有上前来握我的手了, 但不握着点什么, 她总觉得不舒服。 于是, 刑部侍郎握着我爹的手。 二老两手相握, 目光缠绵翡测, 我总觉得我很多余。 好在刑部侍郎立刻回过神。 这次江小姐不光替我们抓到了赵国的六名奸细, 甚至还亲自深入大行人贩子据点黑风寨, 将他们一锅端。 要知道京城最近的拐卖案闹得我们头疼不已, 人心惶惶, 感谢江小姐替我们解决了心头大患。 刑部侍郎的话让我飘飘然, 马上把叶小鱼抛到九霄云外。 我苍蝇搓手, 有没有什么赏赐? 当然有, 刑部侍郎问, 陛下说可答应江小姐一个请求。 这句话放在古代, 简直比阿拉丁神灯的那个冒蓝光的男人还让人心动。 于是我再三斟酌, 是要黄金万两呢? 还是良甜美玉? 或者是俊美少年? 柯柯。 我发誓这不是我咳出来的, 是我爹。 他一般这样就是有话要说, 还不是什么好事。 我脸色一变, 要去捂他的嘴。 没成功。 我爹义正言辞, 满身正气道。 既然这样, 那就请陛下给我的宝贝女儿赐一桩婚事吧。 看吧, 我就知道, 准没好事。 刑部侍郎八卦之魂熊熊燃烧。 我赶紧跳起来阻止, 没成功。 于是我半直着身子, 拉长了脖子, 宛如白日乍尸。 撤回撤回, 我不成亲。 我爹生立色人, 这件事由不得你。 我皱起眉头, 目露凶光。 我就是不招亲, 你若是强迫我, 我就。 你就怎样? 我就哭给你看, 呜呜呜呜, 我不要成亲。 你若是不成亲。 我也哭给你看, 赢赢赢, 你不要脸, 你赢了。 刑部侍郎很无语, 这俩加起来, 有他鞋垫子码数大吗? 我终于发现, 事情并不简单。 为什么一定要我成亲? 我问我爹。 他扼腕叹息, 故作深沉。 敌国对我国虎视眈眈, 尤其是最近, 慎行司居然一连 抓了十几个敌国奸细。 皇上他老了, 早已没了当初征战的野心, 敌国又愈发强大。 若是提出和亲, 朝中大臣是零未婚的姑娘, 人人自危, 爹也是为了你好啊。 外忧内患, 局势很是严峻。 他满脸愁容, 将一个老父亲的心酸演得淋漓尽致。 当然, 如果我没有发现他藏在手心的小超的话, 或许会更感动一些。 不过, 爹啊, 咱是不是太大胆了一些? 刑部侍郎还在这里啊? 我们这么议论, 皇上真的好吗? 被扫到的刑部侍郎揣手望天。 嗯, 这是可以听的吗? 我爹目露凶光, 似乎是在斟酌, 是杀人灭口, 还是收尾己用。 我不以为意, 谁年轻时, 没点中二精神。 总之我不信, 也不可能成亲。 于是我开始找借口, 思来想去, 突然扶至心灵。 我垂胸顿足, 故作娇羞。 爹, 不是我不想成亲, 实在是, 女儿已经有了心上人, 此生非他不嫁。 我爹目瞪口呆, 险些把隔夜饭吐出来。 好歹忍住了, 他问我, 是谁? 我面不改色, 答, 是太子。 太子很好, 太子既能让我爹打消, 给我招亲的心思, 又能防止, 万一我爹当真, 第二天就把人绑到我面前呢。 我爹实话, 等等, 宝贝女儿说什么? 他有心上人,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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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小抄上没写啊。 刑部侍郎嘴角抽搐, 小小将军府, 秘心居然如此多。 归他管的绑架案。 听说了吗? 江小姐为了追太子, 三进三出敌营, 抓敌国奸细, 只为讨好太子, 两人还在黑风寨定情了。 听说了吗? 江小姐追到太子了, 两人在黑风寨摁摁啊呀, 进进出出, 不知天地为何物, 真的, 下国人不骗下国人。 我很想管管谣言, 但是眼下有一件事, 比谣言更需要我管。 被抓去赵国的叶小鱼, 差人送信回来了。 众臣聚集在养心殿, 面色严肃地听大太监 一扬顿挫的读信。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忙碌了两个时辰的赵国人, 做出了味道肥美的八宝鸭。 对淳朴的赵国人来说, 八宝鸭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而且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 永远也难以忘怀。 赵国人民热情好客, 邀请下国人民前来品尝这天赐的美食。 这封舌尖上的赵国散发着浓浓的香气, 但群臣鸡粪围在一起叽叽喳喳。 他们集体认为这是赵国的挑衅, 将叶小鱼比作案板上的八宝鸭, 威胁他们若是不派人来, 就把他嘎了。 只有我弱弱地认为, 或许叶小鱼真的只是在告诉我们 八宝鸭有多好吃, 但没人信我。 于是乎, 群臣讨论三天三夜, 决定派使者前往赵国。 我举手, 我也要去。 群臣又感动地看着我, 感动之余, 又夹杂着欣慰、八卦, 果然如此等神情。 有心了, 但太子妃, 您就留在宫中, 等太子凯旋而归吧。 我看着他们老奸巨华的面孔, 缓缓地打出一个问号, 打听一番, 我才搞清楚, 卧槽, 我爹居然真说服皇上 给我和太子赐婚了, 但这次出使赵国的人里也有太子, 然而等他回来我俩就要成亲, 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使臣不带我玩, 我自己玩, 从我爹那里偷来银子。 我驾马前往赵国, 叶小鱼, 主人来救你了, 但听闻赵国民风彪悍, 尤其是对下国人深恶痛绝, 于是我只好戴上黑布面罩, 进入赵国皇城。 嗯, 皇榜底下怎么那么多人? 我前去凑热闹, 扒过去一看, 重金求紫, 震惊, 赵国已经发展如此前卫了吗? 仔细阅读, 哦, 原来是五百两黄金求找一个男子, 我呸, 标题打, 但什么人能值这么多钱? 我继续往下看, 墨地目光一领, 画像上那人额蛋脸, 一头凌乱黑发, 竖成男士发际, 眉眼清丽, 依稀可辩。 卧槽, 这不是我吗? 瑟瑟发抖, 这价位, 我在赵国也算一级通缉犯了吧? 行走的黄金啊, 我裹紧面金, 鬼鬼祟祟顿走, 男装已经不安全了, 还是要换回女装。 我摸摸口袋, 打算去买女装。 嗯, 钱袋呢? 卧槽, 不是说赵国人不骗赵国人吗? 没钱, 发愁, 上拿稿女装。 大爷来玩儿啊。 街边传来音音艳艳声, 我抬眼, 最梦楼, 全是女人。 那么, 女装一定很多, 借一套应该不算偷吧? 嗯, 怎么不算呢? 读书人的事, 能叫偷吗? 我厚着脸皮进去, 出门前好歹穿的锦衣滑服。 迎客的嬷嬷笑咪咪把我迎进去。 我抓了个跟我身形差不多的女人, 嬷嬷眼神暧昧地把我们送进房间, 活像是送入洞房似的。 春眉朝我几眉弄眼, 眼睛都要抽筋了, 我面无表情, 脱吧。 春眉愣了, 大夜真是不解风情, 一来就这么猴急, 不若我们先谈谈诗词, 歌赋, 人生理想, 互相抽问抽问, 必备八股文一百首啊。 我嫌她话多, 于是上前扒她的衣服, 春眉欲聚还赢。 嘿嘿嘿, 我邪魅一笑, 活像菜市场砍价, 赢了五文钱的大娘。 一住乡后, 我穿着春眉的裙子 从房间里走出来。 太好了, 这下没人能认出我了, 我放飞自我, 我为所欲为。 我, 我还没走下楼, 手腕就被人拽住了。 一个女人拉着我, 催促道, 还愣着干什么, 西乡房来了个大官人, 嬷嬷说谁能拿下 往后在楼里 骑马白吃一个月。 听起来很不错, 我最喜欢白吃白喝, 但问题是, 关我毛氏, 被推进西乡房。 进门前, 女人皱眉打亮我, 眼神沉思, 不会被发现了吧。 春眉, 我发现你皮肤变好了, 但怎么胸眉了呢? 你大爷的。 我激愤地 握拳进入西乡房, 房间里琴音鸟鸟, 烟雾缭绕, 有人在唱歌? 有人在说话, 声音婉转低沉, 身着锦衣黑发的少年 覆手而立, 面若观欲, 气质斐然, 少年的清朗和男人的稳重 在她身上奇异般柔和。 我漫步精心抬头, 目光撞进一双隐约 透着不耐的黑眸里。 四目相对, 卧槽。 我率先开口, 提着裙子 跨过弹琴的女人, 上前激动地 握住了鼻涕腩, 哦不, 红枣的手。 她相遇故知啊, 我十分激动, 舌头打结, 红枣啊, 你怎么在这里? 红枣震惊地看着我, 好看的眉头皱起松开, 皱起松开, 上下打量我, 张了张嘴, 突然红着脸, 推开我的手。 她一开眼, 耳间居然红了, 想必是热的, 我也觉得这里热, 否则大家 怎么都穿得如此凉快? 红枣欲言又止, 难以启齿, 你怎么穿成这样? 原来是担心这个。 我将来龙去脉告诉她, 红枣松了口气, 只是隐约间, 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目光 像看着一个变态。 我问红枣, 我想进赵国皇宫, 你能帮我吗? 红枣又恢复了冷冰冰的样子, 她覆手而立, 狂拽炫酷, 不可以。 说着, 你我一眼, 这件事并非你能参与, 换回衣裳, 赶紧回夏国去, 你也知道赵国在通缉你, 要我回去? 不可能, 巴巴都在门口了, 要我把她憋回去, 这不是为难人吗? 红枣小夹子气, 不肯帮我, 我只能自己想办法。 入夜, 我钻进了红枣随形的大箱子里, 箱子摇摇晃晃, 我险些晕车, 在我快吐的时候, 终于停下了。 等周围没人, 我打开箱子钻出来, 入木式雕梁画洞, 气宇轩昂的宫殿, 林立而起。 我心神一震, 到赵国皇宫了, 我真聪明, 为自己的机智点赞, 刚点完赞, 店门被推开, 吓得我菊花一紧。 怎么又是那个女人? 她画风依旧, 上来就是拽我的手。 春美, 可算找到你了, 快点准备, 一下上场了。 我一脸猛逼, 上什么场? 跳舞啊, 女人摆我一眼, 你不会忘记了吧? 皇上照咱们今晚跳舞迎接贵宾, 跳好了可是重重有赏。 机会难得, 快上吧。 天可怜见, 我活了快十五年, 会跳绳, 也会跳大神, 可从未跳过舞啊, 但没用, 没人听见我的心声。 我只是一颗可怜的小白菜, 我被推进人群里, 跟着一群女人进了宫殿, 大殿内宫愁交错, 金光闪闪, 气氛一片和乐。 我四处张望, 不欺然, 又跟红枣的目光对上了。 红枣难以置信, 她桃花眼眯了眯, 嘴唇息动, 仿佛要说什么。 丝竹声这时恰好响起, 我身边的少女纷纷甩袖子, 特么地甩我一脸, 我也学她们甩袖子, 她们扭胯, 我也扭胯, 她们笑, 我也跟着笑, 但我动作僵硬, 肢体不协调之程度, 让周围的人一度以为我在贴服。 当然, 这是我从红枣微微抽搐的面部表情上判断出来的。 一边跳, 我一边寻叶小鱼, 很遗憾, 叶小鱼似乎还不配参加这种场合。 一曲跳完, 众人瞠目结舌, 纷纷寻思着我是从哪请来的道士, 连赵国皇帝表情都一言难尽, 完成任务, 正要退下。 上位右侧的皇后突然出声, 慢着, 我眼皮子直秃秃, 果然, 皇后一指我。 这位姑娘跳得甚是不错, 就她吧, 留牌子, 赐香囊。 我, 皇后您说的每个字我都认识, 怎么加在一起我就听不懂了。 两个太监上来托我, 慢着, 红枣又开口了, 大家都看着她, 我也看着她。 亲人啊, 我热泪盈眶, 红枣嗓音清润, 质地有声。 我认为连舞都不会跳的女子收入后宫, 实在有损皇家颜面, 拉低后宫众飞水平平均值, 皇后娘娘还是换个人选吧。 我, 你大爷的。 皇后却支着下巴, 摆摆手, 一副实话实说的样子, 就是要选这样的。 要是再选个小妖精进宫, 跟姐妹们争宠怎么办? 说得很好, 下次别说了。 红枣淡淡回绝, 她虽身无所长, 但相貌极佳, 极易得宠。 你真好, 真的, 你是我亲人。 皇后突然缓缓笑了, 你莫非是看上这女子了? 这哪可能啊? 她一见我, 恨不得杀了我。 我耿着脖子正欲狡辩, 红枣却瞪了我一眼。 嗯, 又瞪我。 瞪完我, 红枣咬咬牙, 一副大意凛然豁出去的表情道。 是, 还请娘娘将她赏赐给我。 有趣有趣, 若我记得没错, 红枣并不知晓我女子身份。 哪怕看我穿女装, 也以为我是被生活所迫逼不得已男扮女装。 看她这表情, 莫非是个断袖? 震惊, 红枣很努力, 为了我都不惜破坏自己清育, 然病卵, 我还是被抬进了皇帝的寝宫。 春宵暖, 皇帝醉醺醺醺进门。 我被五花大绑, 仰躺在床上, 活像之任人宰割的鞍唇。 脑海里莫名浮现舌尖上的赵国里的八宝鸭。 呜呜, 叶小鱼, 你骗我。 我挤挤眼泪, 没挤出来, 眼睛差点抽筋。 眨巴眨巴间, 看见寝殿房梁上挂着一个人。 锦衣墨发, 俊衣非凡。 卧槽, 红枣。 他蹲在房梁上干嘛, 莫非他不仅是个断袖。 还有坐壁上官活春宫的癖号吗? 我张大嘴巴, 红枣桃花眼微眯, 眸光锐利, 冲我虚了一下。 吓死宝宝了, 我也想叫出生啊。 可我被点了雅学, 倒霉催孩子。 皇帝老儿醉醺醺醺地进来了。 他搓着手, 活像是小日子过得不错, 进村扫荡似的。 他朝我扑了过来, 房梁上红枣脸色微寒, 抬手间, 指尖乍然出现一根银针。 我悟了, 这手法, 和容嬷嬷有一曲同工之妙啊。 妙啊? 不过, 红枣还没来得及展示扎针技术, 大殿的门突然被人急匆匆推开。 陛下, 不好了陛下, 娘娘在前殿抓住了几名女刺客。 平地惊雷。 这段话本里有写, 每当其他女人侍寝, 皇后总会派人来截胡。 但谁在乎? 平静的赵国宫殿活泛起来, 我被五花大绑地扔进大殿内, 红枣摇身一变, 睡眼朦胧, 长发半拢, 俨然一副刚睡醒的模样。 呸, 明明刚才还要扎皇帝,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几名武女, 臣妾发现他们是刺客, 即夜进宫, 想要刺杀皇上。 好在臣妾及时抓住他们, 才没有让他们得逞。 地上刷刷刷绑着一排人, 俨然下锅粽子, 其中赫然有那个拽我的女人。 震惊,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自杀阵, 当真胆大包天, 把他们全部打进大牢, 皇帝的表情像极了给了钱没嫖到的那啥, 气急败坏, 是为上来托人。 等等, 为什么要托我? 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呀。 我叫天天不应, 因为被点了雅学, 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等会, 店内突然传来一声变调的尖叫。 这声音, 我猛地转头, 和叶小鱼来了个四目相对, 相见恨晚。 亲人啊, 贵客, 您认识他, 皇帝秒变脸。 贵客, 我目瞪口呆, 红枣也目瞪口呆。 叶小鱼让他们给我解了雅学, 激动地抱住我。 老大呀, 我终于见着你了, 我好想你, 你那老大, 你怎么哭了老大? 你是因为见到我太激动了吗? 我脸红金杖, 气若油丝, 你, 要, 勒, 死, 我, 了。 对不起老大, 我太激动了。 原来是自家人, 皇帝替我松绑, 呈邀我入座。 片刻, 我们四人席地而坐, 面面相去, 无言以对。 诡异的气氛中, 我轻咳一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记得那个猥琐小胖子吗? 叶小鱼压低声音凑近我, 鬼鬼祟祟道。 此情此景, 我不禁想起以前一起偷看夫子洗澡的画面, 我又咳了一声, 记得, 就是这小胖子, 考了我的信歌, 否则我也不会遭大罪了。 通过叶小鱼的讲述, 我大约明白了, 这小胖子是赵国太子, 但不太聪明, 随随便便一个皇子都能把他骗出功, 用的还是舌尖上的赵国那一套说辞,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追杀, 保护, 逃亡, 最后逃到大下国, 跟侍卫走散, 被人贩子拐卖, 然后遇到我们。 也就是说, 若是当时他压的叶小鱼不推我, 现在在赵国肯巴宝压的人也会有我, 我扼腕叹息, 痛心疾首, 不过好在叶小鱼没有忘记我, 还给我寄了信, 很好, 他完美诠释了那句狗富贵, 物相望, 古人成不起我。 皇帝听完这个故事, 感动得替似横流, 他表示, 磕到了, 看着我道, 原来你就是贵客的大爷啊。 嗯, 什么大爷? 我明明如花年纪, 皇帝替我解惑, 世卫说你不慎跌落牙坡的时候, 曾撕心裂肺地说你是他大爷, 为此, 我还专程张贴告示想要寻你, 以便你能跟贵客得以团聚, 我特吗? 所以, 你发布在皇榜的重金囚子不是为了抓我? 当然不是, 二臂皇帝, 吃早要晚, 红枣没想到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 写奇葩, 处处透露着诡异, 但又合情合理, 令人信服, 我们要离开。 皇后带人气势汹汹地拦住了我, 我怕怕, 下意识地往红枣身后躲, 没办法, 叶小鱼这丝太不靠谱, 皇后带着一众宫女, 虎视眈眈, 突然朝着我哗啦啦地跪了一地, 我缓缓地打出一个问号, 恩人呐, 皇后教导, 好在红枣还算见过世面, 她起身扶起皇后, 问, 发生了什么事? 很好, 红枣适应能力很强, 已经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如今的淡然, 皇后娓娓道来, 看着我的目光难掩激动, 那群女刺客全招了, 她们原本是想趁着今夜世勤取陛下性命, 所以, 但万万没想到, 恩人识破她们计划, 率先假扮成其中一人混迹其中, 这才让她们的密谋没有得逞, 若是没有恩人, 陛下今晚恐怕凶多吉少, 皇后说着, 应应应地哭起来, 皇上赶紧抱着她安慰, 好说歹说, 两人终于消停, 皇上看我的目光更热切了, 我毫不怀疑若不是因为红枣浑身散发的低气压, 指不定皇帝老儿就把我留下风飞了, 皇帝亲切地看了我一眼, 又忌惮地看了红枣一眼, 最后叹了口气, 罢了罢了, 既然恩人已有良人, 那朕便给你别的赏赐吧, 说吧, 你想要什么? 这些皇帝动不动爱问别人想要什么? 赵国皇帝如此, 下国皇帝也是如此, 难道他们男人不懂女人想要的是给你买, 而不是要不要吗? 我于光贴见叶小鱼, 扶至心灵, 于是倾壳一声, 义正言辞, 听说你们这的八宝鸭很不错, 皇帝收到暗示, 我懂我懂, 你懂什么了? 于是当晚, 皇帝就和红枣嘀嘀咕咕, 签订了一份条约, 大约内容如下, 赵国与下国行邦交礼仪, 两国互开商道, 友好贸易往来一百年, 归还之前, 侵占下国包括荆州在内三座城池, 赵国每年向下国进贡三万只, 八宝鸭, 你二币吧? 我只是想带点土特产回去, 你搞这么花里胡哨, 不过最后一条勉强和我心意, 一下子把这份条约档次拉高了起码两个度, 不得不说, 赵国皇帝还是蛮上道的, 要是能送点土特产就更好了, 任务完成, 打道回府, 可我特么的不想回去啊, 回去就要跟太子成亲啊, 见鬼的太子, 我连他长什么样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我脱腮沉思, 目光悲怆, 门被敲响, 这么懂礼貌, 一看就不是叶小鱼, 进来吧, 门推开, 红枣逆光而立, 面容俊美, 欲言又止, 他走进来, 骨节分明的手从衣巾里摸出一个浴瓶, 放在桌上, 我, 红枣不自然地一开目光, 昨日听你总在咳嗽, 这要对止咳有其笑, 我点点头, 欣然收下, 替我谢谢你全家呀, 红枣一脸便秘, 着实不大哑观, 他定定地瞧着我, 左右见着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还有什么事吗? 我心情着实算不上美妙, 因此出口的语气难免生硬了一些, 谁曾想红枣眼中居然闪过一抹受伤, 天可怜见, 我此刻感觉我像是吃干抹净的西门庆, 红枣神情仍是冷酷, 他并未落座, 站在我面前, 长身玉立, 肩宽腰窄, 一条断带树柱的腰轮廓极为优美, 是个极品, 待, 可惜他喜欢男人, 我怎么不是个男人, 我更惆怅了, 红枣如了如嘴唇, 道, 此次回京, 我会向陛下替你讨风赏, 你若是愿意, 可以来我身边做事, 你虽不太着调儿, 但大致若愚, 做个幕僚还是不错的, 听到要回京, 我在心里默默流泪, 约莫使我苦大仇深的表情震慑住了红枣, 他皱起眉头, 问, 你怎么了? 我诚实道, 我不想回京, 为何? 当然是因为不想嫁给太子了, 可我不能说, 于是我拖着脸, 敷衍道, 当然是舍不得你了, 小红, 小红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怪异起来, 他纠结, 挣扎, 茫然, 叹婉, 内心戏估计能编一本二十万字的画本, 半赏, 他似是下定决心, 道, 我虽欣赏你, 可我们终究是身份悬殊, 抱歉, 又喝, 这是嫌弃我身份低, 我爹是威远大将军, 说出来吓死你, 我语重心长, 拍了拍小红的肩膀, 道,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思想觉悟这么低, 以后怎么办大事? 红枣愣了一下, 看着被我温柔抚摸的肩膀, 突然急吼吼地转身跑了, 莫非是被我打动了, 如此可叫, 回京, 我同夜小鱼乘马车, 红枣在外面骑马, 很不宫廷, 我嚷嚷着我也要骑马, 可荒郊野外, 上哪给我寻一匹马, 但我好歹如今是赵国红人, 没人敢怠慢我, 于是他们几番挣扎激烈商讨过后, 决定让我和红枣共骑一马, 美其名曰怕我摔着, 笑话, 我将其妻是谁, 京都小霸王, 我会摔, 一炷香后, 我啪啪打脸, 小心, 红枣一把将我捞起来, 我头晕目眩, 天玄地转间, 我被红枣捞进怀里, 鼻尖猛地窜入一股轻烈的檀香, 好香哦, 我这么想, 还好我昨晚沐浴了, 还用了赵国特制的心香, 我也不赖, 我喜滋滋地, 这般想着, 往后又蹭了蹭, 离红枣更近了几分, 来闻闻, 我也香香的, 红枣似乎闷哼了一声, 不确定, 我继续蹭, 末地, 后腰传来一道个人的触感, 我疑惑沉思, 随即恍然大悟, 崇拜地朝红枣拱了拱手, 你们干使臣的还真是敬业, 骑个马都随身携带着配件, 就是这件饼太硬, 个人的慌, 你能不能将它挪挪? 红枣没理我, 我转头要看它, 还没看清, 它突然抬手覆住我的眼睛, 将我扯下马, 扔进了马车里, 恍惚间, 我仿佛看见它额角微微汗湿, 面色一阵不正常的潮红, 真是的, 天气又这么热, 进京后, 便有其他官兵来接应, 临走前, 红枣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不知是不是错觉, 总觉得他的目光更复杂了呢, 真不跟我走, 他问我, 这话问得多有奇异, 还是当着那么多官兵的面,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官兵们竖起八卦的小耳朵, 我猫着脑袋, 左右瞧看, 没人发现我, 我松口气, 趁还没人认出我, 我敷衍得冲红枣白白手, 逃窜现场, 我跑了, 我仰天长笑, 欢呼雀跃, 喜笑颜开, 五福临门, 哦, 我装的, 我被我爹抓住了, 哭的, 姜还是老的辣, 难怪我爹叫姜辣, 姜辣很无情, 滴溜着我的衣巾, 把我扔回房间, 我被软禁了, 无论我如何哭天枪地, 如何卖力刚好, 我爹这次铁了心要把我嫁出去, 很快到了出嫁日, 我脱塞沉思, 画本都是骗人的, 逃婚哪有那么容易, 我的丫鬟很舍不得我, 纷纷上前哭着抱住我, 仿佛我不是出嫁, 而是出病, 但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我盖上盖头, 钻进轿子, 活像案板上的鱼肉, 还是自己洗干净躺上去那种, 婚宴是在东宫举行的, 婚房是在太子寝殿布置的, 礼婢, 下人散去, 只留下两个娇媳嬷在门口说八卦, 姜小姐终于如愿以偿了呀, 是啊, 他们的故事我都看哭了呢, 是吗, 你看到多少话了, 三百四十一话了, 讲到太子把太子妃压在榻上, 太子体力过人, 草, 这群人居然议论我, 议论我便算了, 还当着我面议论我, 当着我面就算了, 看了什么话本子也不知道和我分享一下, 我满腹悲愤, 一把扯下盖头, 磨磨八卦的声音却戛然而止, 像是被扼住喉咙的老母鸡似的, 太, 太子殿下, 老母鸡报时了, 我在盖回盖头和不盖回去之间, 犹豫了两秒, 仅仅是两秒, 房门被人从外推开, 首先入眼的是一双葱白如玉的手指, 紧接着, 祥云黑紧软靴踏入房内, 脚步沉稳轻巧, 在太子推门而入之前, 我想象当中的情景是这样的, 我将太子擒住, 压在地上, 并义正言辞地告诉他, 我是不会屈服的, 就算你得到我的人, 也得不到我的心, 哪怕成了亲, 我也不会拘泥于后院之中, 我要去追寻我的师于远方, 当然, 太子在踏入房门之前, 想象当中的情景是这样的, 太子不屑地坐在离床巴掌远的地方, 眼神凉薄地看着我, 娶你是万不得已, 君命不可为, 但我对你无感情, 从今往后你若规矩本分, 你我相敬如宾, 你若不老实, 本宫也绝技不会容忍你, 我与他甚至把表情都摆出来了, 谁知大门打开, 四目相对, 我两斟酌酝酿好的话琪琪, 变成了一声, 卧槽, 有点素质, 但是不多, 我抬眼打亮面前男子, 十六七岁的年纪, 一袭繁复的红色喜服, 衬得他白皙的皮肤红润剔透, 身量修长, 气度不凡, 长相俊美, 是我会犯花痴的程度, 可问题的关键是, 这张脸, 吞得不是红枣吗? 红枣也在打亮我, 目光之诡异, 仿佛面前是一句千年女诗诈诗了, 她将我从头看到脚, 突然舌尖抵住右塞, 嘀嘀冷笑, 我竟不知道你是女子, 疏人不疏阵, 我也学她, 我也不知道你是太子啊, 所以你就是江七七, 这话很拗口, 但我听懂了, 红枣时而皱眉, 时而垂眸, 开始沉思, 半嗓, 她终于将一切串起来了, 然后她便开始笑, 清风朗月的少年郎, 笑起来时连月灰都黯然失色, 却叫我心底无端发凉, 她一撩洗袍, 在我身侧坐下, 又喝, 这下怎么不离我巴掌远了? 损色, 她又开始白老干部驾驶质问我, 经中所传言之属实, 嗯, 你心悦我, 苦苦追寻我, 为了我不惜深入敌营, 哦, 现在还加一条, 随我跑去赵国, 你真的想多了, 我白手道, 嗯, 红枣点点头, 一副我听你狡辩的模样, 我很想狡辩, 但话到嘴边, 突然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一切都太巧合了, 巧合道, 我自己都不会信, 巧合道, 就像是我故意撮合似的, 我嘴巴一闭, 索性懒得解释了, 红枣又开始揶揄地笑, 虽然没说, 但眼中分明写着, 暗恋我就早说呀, 何苦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 呜呜, 有苦难言, 但我江七七何时认输过, 耸了两秒, 我突然瞪她, 你还有脸质问我, 那你呢, 不也一直在骗我, 红枣一脸莫名, 我何时骗你了, 我道, 你不是跟我一样, 被人贩子绑架的吗, 那是我去查绑架案, 为了打入他们老巢, 是已故意落入他们手中的, 说着他逆我一眼, 明黄黄写着,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蠢, 那, 那名字呢, 你也骗我, 你根本不叫什么红枣, 哪有一国太子叫红枣的, 他眼角抽搐, 反问, 我何时说我叫红枣了, 我气势弱了几分, 我晕过去之前, 听见有人这么唤你, 那是荣昭, 他眉毛都快仰起来了, 伸手掐我的脸, 苦苦追寻我那么久, 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缩了缩脑袋, 拍开他的手, 谁敢直问太子明慧啊, 你呀, 你都敢叫我红枣, 我也不介意你以后叫我, 招哥哥, 他说着, 脑补了一下那个场景, 愉悦地眯起眼, 我隔夜饭都差点吐出来了, 他被我拍开的手, 却顺势往下, 抓住我的手, 天使地利人和, 红竹摇曳, 容昭眯着眼, 定定地瞧着我, 他似是喝了点酒, 身上酒香凛冽, 混合着檀香, 好闻得很, 我往他身上嗅了嗅, 说起来一直想问你, 你用的什么香, 这么好闻, 容昭垂下头看我, 体香, 你想要, 我翻白眼, 嘀咕, 体香怎么样, 你传染给我吗? 哼, 你以为这是狡气吗? 说传染就传染, 我承认我这张嘴, 有时候的确有点气人, 但它也不能欺负人啊, 一言不合, 就上来堵住我的嘴, 嗨, 还在里面乱窜, 实在是叫我, 舒服得紧, 扯下杖子前, 容昭好心问我,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本来我是不该有的, 但此情此景, 我脑海里墨地灵光乍现, 于是我撞着狗胆问, 你真的能尿三米远吗? 容昭把我掀在榻上, 咬牙切齿, 夫人可以切身体会一下, 为夫的实力, 郑文婉, 范外, 同荣昭成亲第一年, 大街小巷流传着我们的故事, 无外乎我的那些英勇事迹, 我闲来无事, 也会坐在茶馆里听, 听至高潮部分, 还会跟着鼓掌, 每每呼来喝去, 总会被荣昭抓回去, 教育一顿, 这一年, 皇帝身体愈发不好, 荣昭眼看要继承大统, 底下官员心思愈发活络, 不乏给他塞美貌小妾的, 荣昭统统拒绝了, 久而久之, 我善游的名声便传了出去, 恰逢赵国使臣来送八宝鸭, 将我当年的事迹大肆宣扬, 举国震惊, 赵国与夏国百年交好, 竟是因为我, 这一年, 夏国爆发饥荒, 无数百姓民不聊生, 荣昭绸的头发都掉了好多, 这, 掉这么多, 我夜晚舒爽的时候, 都不好意思抓他头发了, 于是我痛定思痛, 跟叶小鱼一合计, 我俩把之前寻到的金矿送给了荣昭, 举国又震惊了, 太子妃居然自带金矿, 荣昭命人调查了金矿来历, 才知道这些都是之前 那群人贩子所在的黑风寨 第一任寨主囤在这里的, 谁知道人死了, 宝贝也没了, 荣昭拿钱赈灾, 危机安稳度过, 举国上下直呼娘娘 负责太子殿下负责, 我同荣昭成亲第二年, 皇帝驾崩了, 年仅十八岁的荣昭成了皇帝, 我成了皇后, 大臣提议选秀, 荣昭直接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度, 包, 他怕我一个人再若大后宫无聊, 时常给我寻画本, 带我上朝, 甚至带我出宫玩, 还给了叶小鱼一个使臣长的职位, 借着由头, 叶小鱼没少往赵国跑, 兢兢业业撰写舌尖上的赵国, 还跟那个小胖子成了好朋友, 两人好的仿佛穿一个裤衩长大的, 若不是性别卡死, 我一度怀疑小胖子要把叶小鱼内进后宫, 哦, 我爹又娶了个新老婆, 是刑部侍郎, 他终归还是把知道太多的刑部侍郎变成了自己人, 说来话长, 刑部侍郎女扮男装, 巾帼不让须眉, 以女子身份参加科考入朝堂, 成为一代佳话, 我深感欣慰, 他俩一个恭喜恭喜, 一个同喜同喜, 倒也般配, 同年, 我被评选为下国最具影响十大杰出人物之一, 颁奖典礼上, 一向老干部作风的荣招搂着我亲, 闪下了一众人苟眼, 我和荣招成亲第三年, 我怀孕了, 生产当日, 我在产房里干好, 嗓门之红亮, 犹如杀猪, 容召不顾工人阻拦, 冲进产房, 死死攥住我的手, 他双目星红, 扶开我被汉师粘在额前的头发, 七七, 我在呢, 七七, 坚持住, 七七, 我爱你, 合理怀疑他在背三字经, 荣招说一句话, 便亲我一口, 随着我一生死红枣, 我杀了你, 孩子孤孤落的, 不对, 是两生孤孤落的, 我特么生了一对龙凤胎, 曾经以练习的待见, 我认识吗,